不久前055型大驱下水仪式的公开 可以说是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建设远洋海军的信号 该舰拥有隐身设计的舰体和128单元垂直导弹发射单元 俄罗斯军事专家指出 中国055活力独步天下 128单元垂发系统所向披靡 战斗力勘张世界第一 美军也坦言表示 美国现役同级别战舰没有一艘是055的对手 据国内专家分析 055型舰上层建筑分别安装了四个不同波段 不同功能的相控阵雷达阵列 包括更擅长探测远距离目标的S波段雷达 专用于探测中近距离目标和目标照射的X波段雷达 专用于未舰载红旗9、红旗19两个系列远程防空导弹 提供目标照射的C波段 专门探测隐身战机的米波共型雷达阵列等 而相比之下 美国海军现役的博客1、2、2A三个发展型号驱逐舰 安装的是ANSPY1雷达 采用的是S波段 简单说 S波段的探测特点有点类似近视眼 对近距离目标探测精度不足 因此博客级还配置了三部X波段的ANSPG62火控雷达 专门为标准系列导弹提供末端照射 美国海军原打算在博客三型驱逐舰的舰桥顶部上 再装四个正面的X波段雷达阵列 但由于经费所限 无奈取消了双波段雷达设计 技术性能大幅降低 具体来说 055型舰的核心传感器 还是位于舰桥侧壁四周的四面天线阵列 它很可能是052D型舰上 安装的346A海之星雷达的升级版 而根据346A雷达就采用S波段来推测 这四面核心雷达也为S波段天线 具有创新设计之一的是 舰桥顶部一体化桂杆上 安装的X波段天线阵列 据称X波段的平带较宽 优势在于 跟踪精度和分辨率要比S波段更高 但在远距离传播中 其信号衰减较大 因此X波段通常对中近距离目标进行探测 而且由于波数较窄 比较适合为火炮和导弹提供目标照射服务 而在一体化桂杆上 还装有一种C波段雷达天线阵列 其主要任务是 为海红79和红79远程防空导弹 提供超视距目标照射的 虽然这两款导弹都采用主动雷达导引头 但它们可能都保留了被动制导的能力 这主要是因为在超视距作战条件下 失去有限的导弹导引头 最好有人在回路的指引 才能获得最大作战效能 另一个雷达技术创新 无疑是舰桥侧壁靠近下方设置的 长方形天线阵列 和舰桥顶部设置的长条形天线阵列 国内军事专家的观点是 前者可能是一种米波雷达 专门反制隐身目标 后者可能是电子站天线阵列 其刚好围绕舰桥顶部 也意味着它具有全项电磁对抗能力 作为中国海军当前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 055型全舰主要天线采用共型设计 具有较高的信息化水平及隐身性能 可组织远中近三层先期预警防御网 并有较强的防空 反导 反潜 反舰 公路和电子站能力 该舰拥有较高的续航力 自持力及试航性 可在除其区外无限航区随行作战任务 055型驱逐舰的问世 对于现当今中国海军来说 意义非凡 表现在这个型号上 除了运用了诸多的新的技术和设计理念以外 更是中国海军第一款一服一 就在平台和设计理念上 达到世界先进甚至局部领间水平的舰船 这一点上的意义 甚至超过了几个月前刚下水的 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 055驱逐舰也是第一次在驱护舰的设计上 实现远程攻防兼备的大潜力优秀平台 起未来改进型号将进一步加入电磁推进 电磁炮 激光进防技术及海基反导能力后 必然可以成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实力担当 更是中国海军走向深海的利剑先锋 色所以觉得很多领都可以进行 再导 formal μέ ge几号 走向海楼 预 JJ 所以我们一起加上 沙漫 你 到右 Knight 中国 越南风筹 越南风筹 语